在长者们的引颈期盼下 华人巨星白嘉丽现身台北市仁爱遗养员 立刻受到全场瞩目 常年在海外进行慈善工作的白嘉丽 受邀反国参与双十庆典 不忘关怀国内祈劳 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抗力 国策顾问黄振胜抗力陪同出席 长者们也准备了乐器合作表演 要献给心目中最美丽的主持人 巨星到访大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仁爱遗养员董事长陈玉梅 首先代表欢迎余会贵宾 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 但是今天可以讲说是最热闹的 因为大家都听到白小姐要来 坦白讲董事长有一点小小的吃醋 以前大家每次长辈都说 哎呦好想董事长哦 结果今天来了之后呢 我发现好像没什么人 大家在看董事长 都在看白小姐了 不过其实没有关系 我也一样 我也是一直在看白小姐 因为我也是从小看白小姐的节目 长大的 不过我想呢 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白小姐 能够在这么繁忙的行程当中 特别拨控 来到一样园 跟我们的各位长辈见面 成立20年的仁爱仪养员 白小姐请教一下 我说你好几年没回过的 要不要回来看一下 那我为什么把这个今天仁爱仪养员 当作是我们白小姐在台湾 这次回国的访问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公开行程 我想跟各位报告 我们白小姐她除了是一个爱国裔的 她随时随地都是心里中央民国 心里就是台湾的 她更重要有一样 她大家不太清楚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公益 做慈善的福利 在委员长的居中牵线下 白嘉丽前往探访 并参与园内庆生会 她带来自己亲手绘画的卡片 桌笠并一一签名 分送给长者们做纪念 各位亲爱的阿公阿嬷阿伯 大家好 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 跟大家见面 我真的我心里很温暖很高兴 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好多年了 那么还有这么多的人都认识我 今天我到了这里 我还在想 可能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但是我一走过来 每个人大家都认识我 我真的很高兴 我再告诉大家 常常我每到一个地方去旅行 我一定找一个机会 去看这个 好像是属于这种养老院的地方 因为我尊重年纪比我们大的人 而且我从小 我妈妈说的话我一定听 因为他们说不听老人言 是归在眼前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七位兽星被邀请至台前 由白家丽带领全场唱生日快乐歌 送上祝福并和切生日蛋糕 此外白家丽亲自一一送上纪念礼 给在场每一位祈老 贴心的她更请知名餐厅金兆颖 为长者们量身制作营养的点心 且老的家属们听闻白家丽到访 也都前来一堵巨星风采 纷纷把握机会要求合影 更有人带来早期白家丽的专辑 表示支持之意 最后由董事长陈玉梅颁赠感谢牌 并由长者代表献花 大家共同合影为这温馨时刻 画下完美句点 台湾宏观电视 陈玲文中建刚台北采访报道